新手中清缴428万保证金 验票启动 20天内有结果 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携带 而是为了整个台湾民主选举的价值 台湾民主选举的公平正义 在大批媒体包围下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舟 再度到台北地区 这次还带了一张428万元的支票 终于决定要申请验票了 对 我们谢谢党中的好意 这个选举诉讼 还有验票的这个兴奋 我们自仇 那丁守中绝对接受干净的失败 但是绝对不容许这种肮脏的这种平 以3254票选书柯文哲 丁守中25日凌晨 到法院申请重新计票 并查封票轨 但隔天突然撤回验票申请 表示要打选举无效诉讼 没想到丁守中28日再度改变心意 又要申请验票 台北地医院受理后 下午立刻公开出签 重新计票事件是由 明四庭 陈鼓 陈静如法官 回送命法官 包括重新验票和保全证据两案 均用审判长蔡正哲 率培起法官洪文慧和陈静如 组成何一庭审理 何一庭受案后 将寄宿联络 北市5名候选人 一同前往查封票柜 依法需在20天内 完成重新验票 邓新闻台北报导 ise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TORQ vu 달 hitch 谢谢观看